Hello 在我們進入我們最新的網課之前呢 我們來檢查上一堂課的答案 這就是6.3BA的答案了 你們現在可以暫停影片 然後開始檢查答案了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喔 喔 關係可多咯 我們先講你們都非常熟悉的 王者榮耀 他 現在是不是在瞄準著 右上角的那個敵人對嗎 然後如果他的招碰到敵人的話 敵人就會被扣命對嗎 那我問你啊 那個電腦怎樣知道 你出的招碰到了敵人呢 其實很簡單的 你就把這個地方的面積呢 當著是一個平面 然後有一個坐標 對方的敵人也有一個坐標對嗎 然後當敵人在移動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在 那個平面上有形成著 一條線 然後出的招也是一條線對嗎 然後我說過了 在平面上的任何一條直線 都可以用PLDP來代表對嗎 所以其實他出的招是一個PLDP 再移動的敵人也是一個PLDP 幾乎所有軟件 尤其是遊戲都是用數學來建立的 所以喔 電腦怎樣知道 就是靠那個軟件設計師來設計是嗎 怎樣設計 當他的X和Y都符合這兩個 出的招的PLDP還有敵人的PLDP的時候 那敵人的命就會扣那麼那麼的多 所以你想像啊 在王者榮耀裡面 每一個在移動的東西其實都是PLDP喔 所以我們把它放得更大一點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太陽系 這個銀河系還有這個宇宙 不只是只有地球對嗎 還有很多星球 除了星球喔 還有很多星球的所謂的殘渣 這個殘渣就是會亂亂飛來飛去的 隕石 我們都知道恐龍的時代是如何絕種的對嗎 就是有一個隕石突然間碰撞到地球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想過喔 外面有那麼那麼多的隕石 我們隨時都會絕種對嗎 隨時都會有一個隕石突然間炸下來 這樣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那麼高的安全感呢 就是因為有非常非常努力的科學家 數學家累積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然後都分析了每一個隕石的趨向 然後你就想像這個宇宙呢 或者是這個太陽系就好像一個平面 然後那些隕石還有我們地球的移動呢 就是一個PLDP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與那個交叉點的方式來判斷 這個隕石和地球會不會碰撞 然後是在什麼時候還有多久 所以有了這個Persama Linear的知識呢 我們不但能夠考好數學 同時我們還可以享受很多遊戲 我們還可以避免人類的絕種 因為這種題目呢通常是比較多分數的 然後同時大家也知道啦沒有那麼直接 所以老師也為大家準備了一些練習 蛤還有題目啊 Why Oh No 希望大家在做今天的練習的時候呢 能夠提醒自己別再重複 之前的練習也就是今天你們檢查答案 所犯過的錯誤啦 給我向你保證這一個 真的給我向你保證這一個 給我向你保證這一個 這一個影片呢是這一刻的最後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次見囉 拜拜 OK